文憑音收集 Cathy 向外教寫在中國から 中國的寺院正在開業 中國人以及外交動画的人 將食慾改變成其ka Kann召da 這個不是我們奧漢全佛教所制立的 而是其實在當時來講 在我們的大乘的經典裏面 靈騎經 靈嚴經 或者是小乘的柯行經 都有講過 乃至到我們出家人的戒律裏面 都有講過 特別在大波列盆經裏面 都講過 世磚叫我們不要吃眾生育 失去這個慈悲心 所以既然佛陀叫我們不可以吃眾生育 本哥就講 這個就已經叫我們不要殺生 不要再去吃肉了 齋就是我們佛教的宗教的色彩是濃的 因為為什麼呢 齋一般就叫過五不食為止 這個叫齋法 過了中午 是 中午之後呢 一天吃兩餐 晚上我們不再吃 晚上就是禪修了 在佛祭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其實佛祭的時候也是吃一餐 這個就是齋吃 齋就比較簡單一點 基本上就是豆腐芽菜 青菜 只有這幾樣東西 環繞這個食材 是比較簡單的 好像我們以前 例如我們剛剛出家的時候 我們在大嶼山 根本我們吃的東西都是環繞這些的 豆腐啊 青菜啊 將它演變 冬菇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 近這二十年 這二三十年 那個變色變化就很大了 所以那個呢 你就可以叫它做素食 生肌呢 生肌呢 跟生命是不同的 生命呢 是有感覺 有思想 有記憶 有分別 有取捨 但是生肌的東西呢 就不是了 他只是懂得快高長大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死的 故事呢 就是說有生肌的東西呢 我們可以吃 因為他是不會有記憶 不會有那個思想 所以剛才你說 那個蛋奶素 是 素食 是 可不可以吃呢 我覺得是 因人的身體需要而吃的 例如有些人 我很想去吃素 但是他身體差 吃不到素 這樣呢 一般的在家人 有時候我都會叫他們吃蛋的 因為在經典裏面呢 都沒有什麼記載過 很清晰地指定 那個蛋那個區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今天這個時代呢 那個蛋呢 有些是有生命的 有些是沒有生命的 沒有生命的東西 那你們就自己取捨了 是 奶也是一樣 奶呢 以前來講呢 就餵它的牛啊 羊啊 之類的 但是呢 在今天來講呢 牛呢 完全呢 是人工化 逼它製造這些奶出來的 那麥糖也是一樣 那麥糖也是一樣 有很多人呢 不吃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覺得呢 在製作過程裏面呢 他會傷害到那些蜜蜂的生命 但是呢 如果是一個正統的 一個現在的環境裏面來講呢 我覺得呢 他們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能夠吃到呢 真的不要特地去殺生啊 其實五辛是不止這五樣的 不過呢 就是說 當時佛陀祭界的時候 就說五辛呢 就概括呢 就是說 大蔥啊 蒜啊 韭菜啊 橋頭啊 這個不是 洋蔥 和這個興渠 興渠在印度那邊有 我在香港沒有 但是類似 其實呢 是不止的 新字的意思呢 就是說 他 吃了之後呢 他的確呢 他那種激素呢 是特別強烈的 就剛才呢 就等於藝先生所說的 就是說 生吃的 我們會有個臭脾氣 是 熟吃的話呢 我們就有些不好的淫念 這個當然是有他那個根據的 以佛陀祭界的時候呢 也都是講過這件事情 在寧嚴經裡面呢 是講得很清楚的 那麼 吃素呢 在那個五身裡面呢 他定那個過患呢 都挺高的 因為他主要呢 他會將你的正能量呢 拿走 那麼 一般能夠不吃五身的人呢 他們呢 都是知道呢 不可以 超越佛陀所說給我們聽的東西 那麼 那麼 新 和辣 不同 香 新 辣 這三種味道呢 是有分別的 芫草 芫荽吃不吃得 芫荽其實可以吃 因為它有香味 它沒有新味 香春吃不吃得 它是有香味 而它沒有新味 是 辣的 剛才所說的 薑 薑是溫性的 當然可以吃得 亂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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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薑的作用很大 但是它都有一個時間 不能吃得 在李時珍的 本草綱目裏 就是九月 因為那時候呢 天氣很乾燥 故此就吃少些薑 要不然的話 一年四季吃薑 都沒有問題